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要看真正的对抗了 从起步就要开始对抗 看一下谁的起步会更快一点 来关注一下本局 这里起步折线好像速度还比较快 拿到了半个车身位的理线 第一个弹射续续没出 紧接着第二个弹射自己拖飘了 那这样反超折线应该是有点问题 但是落后的距离并不是很多 而且用一个硬拐跑法是拉近了 比较极限看一下 这边氮气延续没有出现问题 空开氮气再叠个C打W 哇 弹射起迟了呀 这个地方形成了脱飘 那这样第一个加速带好像还踩不到 对折线的弹射手感好像在这一局出现了点问题 前面这个地方好像是路线没有找好 稍微磕了一下 让对面跟了上来 而且自己的节奏有点问题 ECU释放又被吞了 可以说是一个无效ECU 哲仙去哪儿了 他刚刚好像走了下面 对 哲仙在这张图的失误更大一件 来看一下进入到后半段 前面的点飘问题都不大 跳台下来 失误点来了呀 再大大远远远过来再开一个ECU 哇 选手非常稳 沒有刻意地去做贴弯 但是现在哲仙人好像不见了 点票之后看一下 轩轩已经来到了后半段 这个领先优势 只要稳着跑 慢慢过就能拿下 顺利冲线 先拿下偷路赛的第一分 目前双方比分来到了1比0 AZ轩轩先拿一分 下一局是哲仙人 第一个是她的人口率 第二个就是她的综合属性 其实是在她同期时期赛车非常强的 看一下起步来到口 自行弯道 三连弹势点 都弹出来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轩轩理线位并不是很多 前面ECU释放点 稍微是磕到了一下左边 看一下这边出弯椅后 哲仙的控车会更好一点 直接反超了轩轩 完成度非常的高 轩轩这边是接了一个CW 前面速度比较快 但还好控住了 但哲仙好像撞了一下墙 前方弹气以后 侧身调整一下 持身位 这系列操作 让自己的弹气延续没延上 在刚刚折线出现失误点的地方 它没有出现相同的错误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能稳住 第一圈双方的距离是被拉开到了半个直道 那么在第二圈 双方会有怎样的发挥 看一下 先接一个12CW W马上进入到第二圈落地以后 再接一个12CW 轩轩这个地方非常极限 接了一手WC WP 距离应该是可以拉近的 现在只有一两个车身位了 我看ECU没有释放成功 看一下这个点的话有点走远了 对 虽然说折线的路线还是有点磕磕绊绊 但是他的失误并不足让对面追上来 来看一下这点平放弹气 有在衔接一个侧身延续 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难点 看来经过上一圈的失误 折线吸取了上一局的教训 最后虽然说弹射还是没出 感觉他今天的弹射手感还是有问题 对 不过这一局依旧是能够拿下的 最后一分 37.92 完成中线 那我觉得对于轩轩来说可以选择一些弹射图 比如说洛杉矶或者是欢迎成假日 因为从今天折线的整体弹射手感来看并不算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吃弹射手感的可能不是洛杉矶这种图 洛杉矶这种图可能弹射了 难道要打阎光王城 打阎光王城也没必要那么省吧 可以选择竹心这样的一些赛车去做一个释放 竹心者打了肯定亏 拿哈迪不拿 我们只用考虑不拿哈迪斯的原因 因为指挥官已经打了 那只能拿师傅来打 非常奇怪 我折线起步二连卡器以后拉开了一段距离 这个地方用了一个进阶跟昨天的暴力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赛车它的速度可能会稍慢一点 小飘CWW看一下进入到这一个回旋飘点 ECU释放还是磕了一下延续没有接上 有点贴墙 损失了一定的速度 看一下训练对张图的理解是非常的强的 看一下这弹尖续线上以后再闲着一个CW 进阶拉了一个WCW 哇 这个失误其实还是有一点重要的呀 但就目前的距离来看还是可以接受 我们还进到后半段来看一下 进入到 马上要进入第二圈了 现在的控车到目前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看一下 通过进到 看一下新加速站 现在速度控的还不错 第二圈开始 看一下目前折线的距离 应该还是有五到六个车身位 这边ECU释放过来没有穿任何的问题 后面折线的话也没有歪 目前的距离还好 没有说拉远 而且有一点点拉近 但还不够 因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一分二十秒了 还有最后二十秒的路程 看一下这边开一个CWW 折线过来弹尖续线 哇 其实我们能感受到选手刚刚是有点犹豫的 结果放了一个弹尖续线 不过还好是哈迪斯他有这个特性 可以做弹尖上的弥补 而且在后面折线的距离越拉越远 旋旋已经完成冲线 最后重现成绩一分三十八点六七 这个成绩太快了呀 实战三十八赛 这几天赛场上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折线在前击那么多失误之后 但是 单打试火这个点的话就很难打 确实 只能说不能打了打了吧 因为指挥官出了 你不打是火 呃 你不打是哈迪斯这个点 你没法打了 看一下选择到了一路向前 双方都用到了试天饕铁 来看一下本局的起步 这张赛道是折线的选途 起步选选比较快 是 看一下起步之后 第一个弯道 甩尾 WCW 啊 这个地方只有一个WCW 这个点飘以后 前面旋旋是直接磕墙了 对 我刚想说 折线可能有点失误 但是旋旋的失误更大 啊 这边下过山车的时机也不对 对 它提前按道方向点 好像磕到了地图边缘 导致速度骤降 感觉自己的跑度节奏有一点混乱 这边断空飘是比较完美的 对 断空比较完美的话 至少让后面的节奏来的没有那么乱 但是现在距离拉得太开了一点吧 看一下这边 空中叠一个CFW落地以后 是这个延续 啊 之前也是选择的 快出接延续的跑法 没有去刻意地做弹射 因为在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领跑的话 是没有必要去做一个 诶 非常细节 弹射这个点 看一下顺利过来 这个点它是接了一个延时弹射 把路线给拉近了 而且利用试天饕餐的特性 最后一个特性 把氮气积满 是 因为刚才是一个长直道 你眼神放的话 可能支持的距离更远一点 对 进阶再拉一下 没有弹太问了呀 这一分我要定了 可能哲学也知道自己的弹射手感 今天是有问题的 对 对他在规避 能不弹 就不弹 只好能拿下比赛就行 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2比2 下一局选途权将会归属到AZ这一边 对 仍然是由AZ来进行一波选途 之前手里还有一辆 冥王哈迪斯的优势 只能从 指挥官特性赛道去做选择了 我觉得现在冥王哈迪斯跟是火都打不了 还是先去考虑一些别的强势赛车会更好一些 因为你太执着于这两个小优势的赛车 其实很难打出来 对 而且你要知道 阎光王胜这张赛道 万一对面心狠一点 拿一个裁决者出来跑 你怎么办 因为裁决者现在还是没有登场的 不过选途权是归旋旋这方 旋旋就只纯打熟练度了 因为登场的次数应该算是比较少的 几乎没有登场的一张赛道 虽然说在线上比较热门 但这张赛道是因为是一张小喷涂 所以说很难 就是说在比赛场上频繁地出现 除非守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起步 这张赛道比较重要的点就是 前面的弯道选择究竟是弹还是不弹 二连弹射没有问题 距离拉近了 双方只差一两个车身位 折线在前面应该是没有弹出来 单线延续是没有问题的 一直又在释放 连线延续过来 做D.O.C.J.一个WC.W.J.反超 路线是非常流畅的 现在拿到领线 但折线在外线可以卡一下 旋旋 看一下进入到后续的路线阶段 两人有没有卡位 点票以后顺利通过 但旋旋是撞了下左边的石头 旋旋手里还有氮气 说说也不用太着急 双方距离不是特别的远 但这个弹射空开氮气 平跑一段距离以后 看一下这边WCW拉过来 这个弹射可能太着急了一些 接双杀接出问题来了 前面还有15点 前面折线好像歪了一下 感觉视角的问题 ECU是不是开出问题了 距离拉近了非常多 现在双方的距离已经到了 一两个车身位 最后是有机会的 是的 但这边进阶出来没有稳住 出现一波脱飘 他想利用车身飘移的一个惯性去通过 但是太脱了 他应该是想要车身去对抗一下哲仙 但是哲仙出弹速度非常快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优水哲仙 再次拿下一局 场上的比分已经来到了3比2 自己的赛点局 只要这一分拿下 至少今天优水车队可以松一口气了 是的 今天虽然说打了连续了两场 赛制来导致的 看一下电影梦工厂 是直接拿出了兰博基尼 对 你不得不紧张的心态 让你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 还要有稳定的发挥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 对面拿出兰博基尼 一定要优势赛车 走来看一下本职的起步 线线主动是主动拿到兰博基尼这个点 起步稍快一些 ECU释放双方都还OK 看一下进入到后半段甩尾WCW 我们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小黑这个宠物因为是没有羁绊的 所以说选手们会更加倾向于 使用墨爷来跑这张团 是的 进阶拉过来以后 看一下弹线去达成CW 现在折线由于自己的一些小细节失误 还有炫炫的赛车强度 慢慢地被拉开了距离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呀 CW看一下进入到第二圈 能不能通过自己的极限拉近距离 但赛收上还是有一定的劣势 这个地方选择了一个慢中快出的跑法 这个ECU的释放稍微有点惊险 但还好是把自己的车头给拉正了 距离还接近了一些 前面断空点 看下弹线去过来以后 断空落地 宠物发动了 对面好像失误 真的压车 蜇蜇出外好像有一点歪 但是折线刚刚延续的压车有问题 过来速度只有CW三门又掉了下去 那这一局蜇蜇已经来到了比赛的后半段 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失误点了呀 我用进阶跑都可以 最后一个进阶点票可以顺利冲线 将比分搬至3比3平 一个是局点一个是赛点 对于双方都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最后一手选途全是在折线手里 看下弦线能不能顶住压力了 因为这个时候再想把哈迪斯拿出来打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理想了 因为最后一场在对面选出蓝波基尼的时候 用蓝波基尼去打对面的11成 但是选择了一手红牛 想要先强起步的优势 因为这种局面能拿什么最好的赛车就拿什么最好的赛车 天心车已经没了呀 来看一下起步 这边要接连二连段位 再衔接一个甩尾 WCW都没有 他只有一个平方氮气的速度 而且对面 小飞也没接上 对面由于有一个氮气的加持 所以说现在领先距离还可以 但弹射好像出现了失误 是的 已经拉近了距离 看一下后半段的弯道 而且现在宠物气能正在发动 这里可以做一个卡位 是的 直接从内道聚集反超过来开启ECU 看一下速度 但是这个地方 旋旋好像入弯角度有点问题 只有一个WCW 297的速度 看一下这边S0弯道顺利通过 但前旋旋上再衔接一个CW 旋旋的过弯感觉还是有点犹豫 距离又被拉开 目前差距在两个车身位 但前面的延续点将会是红牛的一个劣势点 看一下这个点开了一关 但旋旋没有延续上跑法有点混乱了 最后在迟到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个补气才行 卡系再衔接一个甩尾 这样的话提速压力就变大了 但是折线好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距离并没有被拉开 看一下来到第二圈 这边出弯是不要寻求出弯速度的 弹射没有出弯问题 但是还是稍微磕了一下墙 现在折线第一圈很可能是一个武器大的单圈 那这样的话最后出现 我觉得对红牛非常不利 一次又释放看一下前面折线拉开一定的距离 前面这个二连弯道 好像旋旋第一圈是有小失误的 那看一下能不能稳住呢 直接拉过来已经来到比赛的后半段 要看一下折线能不能稳住 小飘双杀CW 看满一个单气 距离好像接近了 但折线好像有点晃 有点失误 这边但前续还好是延上了 在这一个CW 只剩下最后一个弯道延续延上 他好稳呀 刚刚直接选择了一个进阶延续 最后折线一分52.98拿下这一局的胜利 双方比分4比3 并且帮助优水车队在这一局比赛取得了整局的胜利 是的 虽然说比赛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胶着 但是最终还是能够恭喜优水车队晋级比赛 优水车队经历了 在今天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 我觉得是对他们的一种历练吧 从败者组如果能打进最后的决赛 那么他的参赛经验是肯定要比其他战队更多的 是 那另一方面对于AZ战队